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好 那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告诉你 副总裁我不准备提名你 你还会这么想吗 可是为什么 难道你真的相信孟凡他所说的 是孟凡让你相信了 你是中国去当仁不让的明星 这个副总裁就应该是你的 这就是孟凡真正的动机 我不明白 反正我就是想问 为什么你觉得 我不能成为副总裁 孟凡给你分析了很多 你应该成为副总裁的理由吧 中国区很大 你不能把眼光只停留在上海 其他三个区 还有非常多优秀的人 明白了 你需要平衡 错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成了大众日画部的总监 这已经是超级破格了 如果再继续往上升 这叫拔秒主张 对你是绝对没有好处的 行吧 反正你是我的老板 那你都这么说了我没话何说 不服气 那你跟丹尼尔单独聊了什么 那天我把直营店的计划告诉了他 孟凡对我们的仓储配套提出了质疑 丹尼尔他想当场就否掉我们的仓储预算 可是我知道啊 这个仓储计划 是为你下一步起准备的 所以我就把 所以你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了 对 我有没有一再地跟你讲 这个计划不能告诉任何人 你也答应我了 可是那天情况特殊啊 我看到情况不对 就只能先斩后走了 我把仓储的真实用途告诉了丹尼尔 但我做到了坚决让孟凡回避 这件事只有丹尼尔一个人知道 那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保护你这个秘密吗 你是 第几次先斩后走 你以前批评过我 让我下不为例 但是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这个计划不被破坏 你不知道我是为了你好吗 我如果不知道 我会再一再二再三地原谅你把你提到这个位置上来吗 你认为丹尼尔如果拒绝了我 我就没有理由再挽回了 你忘了吗 总部分管我们的副总裁是阿兰 丹尼尔知道了你如何保证他不告诉别人 你考虑过阿兰知道了后果是什么吗 丹尼尔 你到底想干什么 阿兰我不明白 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不明白 你是不是觉得有机会讨好丹尼尔 就能马上去掉那个袋子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 郎铃 到底是不是你指使的张小缘 张小缘干什么啦 就在刚才 丹尼尔告诉我要我搭理支持你那个电商计划 说是视察中国区的时候 张小缘单独跟他汇报的 那个计划 你说呢 丹尼 你当时用这个计划 在我这里换取了信任和支持 现在又打算去Daniel那里去讨好他 这件事 我做错了 擅自决断 冲动 冒失 这么不成熟呢 你凭什么觉得 我就应该替你当副总裁 说了这么多 还是副总裁的事 用不着跟我解释了 我需要跟你解释 张晓云你变化挺大的 你想要成为中国区的总裁 那你就是对的 那我想成为副总裁 没错吧 我想要晋升啊 我想要成为跟你一样的职场担当 我当然想 我非常想 我每天都想 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是你带我入行的 你帮助我成长 我做的一切是为了我自己 但我从来也是为了你音乐 你完全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你的智商呢 怎么下线了 我为什么会跟你说这么多话 是因为我拿你当我最信任的人 否则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你 这个副总裁就是个净花水月 我现在知道了 这个副总裁对我来说就是个净花水月 这个副总裁对我来说就是个净花水月 谢谢你的信任 我跟你一会儿小时候这个人啊 经过我一天对他的观察 人真不错 你俩好得了 我也觉得挺不错的 是吧 那一会儿就来了 你告诉我 眼睛好像进东西了 你快帮我看看 快点 快点 我看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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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那一刻绝对 没开始冷不定一个狼狈 再多安慰 变成雨水 在天空漂流着怎么轮回 想起你回忆是一朵梅 怀念你忽然间大风又吹 整个世界并不缺陷 就却某个人就算遗憾 为我而为 从这一次忘记拥抱的美 为下一次珍惜 世界没浪费 虽然我也有着不输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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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我 终于学会 你的世界 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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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却某个人就算遗憾 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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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美 很像是一刹那一个绝对 你开始冷不定个冷卑 再多安慰 变成雨水 在天空漂流着怎么轮回 想起你回忆是一朵梅 小雨 小雨 你误会了 您就是我一个同事 我跟她一块加班 喝一个咖啡 然后 我们三个人哪 真的 但丁 我喜欢你 特别特别喜欢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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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呢我想再强调一点 亚太区对于这次组织结构的调整 不仅有监督责任 更重要的还有指导责任 好了 好 现在请各位自由发言 我觉得啊 这个副总裁的设立呢 非常好 刚才孟总也说了 无非就是人选权力和向谁汇报工作 这几个问题嘛 那我就先抛砖引玉 说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最简单的呢 就是向谁汇报工作这个问题了 五个副总裁和林黛总裁一起呢 组成了中国区的领导班子 一并向亚太区负责 那么向孟总汇报工作呢 是最合理的 这最复杂的呢就是人选问题了 那我先推个人选 我觉得燕总年轻有为 又是销售出身 副总裁的这个位置 但是她是最佳人选 陆总眼中不要只有美女啊 别忘了我也是做销售的 麦总 您当然是非常能干的 但是您不是常说 自己是一个散仙吗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机会 大概也是要让给别人的吧 陆总眼中看到的是机会 而我的心里却装着责任 能为SW做贡献就是我的责任 我就不假客气了啊 我毛遂自荐推荐我自己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管理岗位最重要的 就是责任感 也不知道里面现在什么情况啊 担心这个干嘛呀 开完会自然就知道了 这个小鱼啊 我都丑死了 开这种会竟然迟到 什么 小鱼没参会 对啊 对啊 你们知道吗 林经理啊 你没赠个餐会 倒是对张总参为餐会 很上心啊 我不仅知道张总没来餐会 我还知道 现在里面吵得很厉害 谁猜不到 猜 晓晓 你知道点什么 现在西区的燕总 北区的陆总 已经胜全在握 南区的麦总 很快就要出局了 你怎么知道 猜的呀 接下来 大戏才刚刚开始呢 小鱼 张总 晓晓 你说得没错 这大戏啊 才刚开始 陆总 燕总 麦总 这三个是一起上 还是上两个 你也知道 我收不到两票 再加上严坤 张晓鱼应该告诉你了吧 我手里起码有三票 既然大家都不说话 我来说两句 其实我觉得 王磊 一直都是华东区的销售骨干 你同意 业绩出色 管理能力也非常地同意 同意怎么样 不同意 他在担任销售经理的七年当中 华东区有五年 你要同意呢 拿到了中国区的第一 等会儿你推到王磊的张晓鱼 并且呢 他在华南的时候 也是业绩配人 现在更是担任了 张晓鱼说你会提他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从资历还是从能力 王磊无疑都是最优秀的年轻干部 我推荐王磊 王磊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但在同样位置上 还有一个后起之秀 比他的表现更加耀眼 甚至连丹尼尔总裁 都对他赞不绝口 相信大家 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了 林总 你的清传弟子 应该才是你要推荐的 更适合的人选吧 张晓鱼 天资聪慧 可惜资历尚前还有待磨练 今天大家都看到了 这么重要的会议 他也赶不来 这么晚了 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我说吗 林总 副总裁的年薪比我现在高很多吗 是的 我努力改成缺点 你愿意在明天推荐我吗 晓鱼 你让我觉得挺难过的 我今天晚上跟你说的话 你一点都没有听进去 是吗 对不起 我迟到了 那好 我们继续开会 按照林总刚才所说的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要推荐的是王磊 并不是张晓鱼 是的 那既然这样 我推荐张晓鱼 大家发表一下 我同意张晓鱼 我也同意张晓鱼 同意张晓鱼 同意张晓鱼 那就把王磊晓鱼 列为备选名单 同意票是附在后面 一共总部参考 对不起 打断一下 真心感谢孟总的推荐 也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本来 我是想会后向林总报告的 但是既然已经谈论到了 对我的安排 我不想耽误大家 这是我的辞职信 张晓鱼总监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辞职我 私人原因 这是我的决定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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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干嘛追我呀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你爸失踪啦 你妈现在在找她呢 你下说什么啊 你妈给你打电话打不通 打给了我 打给了温哲 打给了董小姐 打给了她所有能联系到的 现在她们几个也在外边找你爸呢 你先不要打 你先不要打 你等我跟你说完情况 你再知道该怎么回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啊 我今天已经够难过了 你还要我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你家破产了 我怎么产 你爸受一个玩这种老朋友的蛊惑 瞒着你妈把所有的房产都拿去炒股 股市暴跌 那家公司卷钱跑了 今天银行发来了催单 明天你家所有的房子 都不再属于你的父母 股市暴跌 什么破产 能不能说清楚 你爸把所有的存款和房子 都炒股炒没了 包括你现在住的这一套 然后你妈跟你爸吵架 吃完完和货 你爸又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你妈觉得不对劲 比你打电话打不通 就打给了我 现在还在外边找着呢 明白了 你现在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照该怎么说 妈 我都知道了 你现在马上回家 妈 家里不能没有人 爸交给我 今天晚上我肯定把他带回家 我保证 李叔 看见老张了吗 没有啊 小易呢 没有啊 我知道了 谢谢啊 老张 大晚上都跑哪儿了吗 老张 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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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你去那边找 我去那边找 我想问一下 你们没有看到一个中年男的 大概个子这么高 五十多岁 长相吧 跟我也不太像 就是眼睛跟我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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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还有其他安全的地方吗 不知道 反正他在上海 人身地不熟的 就比如有没有什么 爱走动的朋友 或者是 什么特殊方式喜欢 别说了行吗 我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这么大的上海 我爸 他是我爸 我连他在上海有什么朋友 他爱去哪儿都不知道 之前他想生二胎 我说他重男轻女 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说他自私 我呢 我是他女儿 怎么当的女儿 我哪里关心过他 你别太自责了 没有人怪你呢 这么大事 他跟我妈两个人 肯定已经在家 偷偷担心好几天了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父母瞒着你也是怕你担心啊 这么大家 我每天回家 自在家里当成酒店一样 我就是回来睡一觉 我爸跟我妈 天天给我做早饭 不吃 每天就想着我的工作 我公司 我的朋友 我想做的事 就想着我的爱情 是吗 我 是吗 是吗 我 如果他们不是因为关心我 我就来上海照顾了 好 家里不会有保护产 真的 我想要把每件事 都做好 可是现在呢 每件事情都做在哪 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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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很棒了你知道吗 晓鱼 你为了陪他们 你放弃了出国 放弃了梦想 不像我 为了什么狗屁梦想 一年都见不到我父母一次 你答应了你妈把你爸找回来 所以咱们今天什么都不行好不好 咱们全心全意地把他们找回来 好不好 我知道 我当然要找到我爸 我 我就是想哭一会儿妈 好 电话 妈 妈 接呀赶紧 我没找到我爸我怎么接啊 万一有什么事呢你先接 火车站 我马上过来 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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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去火车站之前先跟我去一地儿 我爸现在人在火车站 晓鱼 你干吗 我爸的账号帮的是我妈的手机 他一订票我爸就能收到短信 你说他现在在不在火车站 你相信我好吗 跟我走 到底在哪儿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的 我请很多朋友转发了我的微信和微博 就确定在这儿 就确定在这儿 淡定 谢谢你 这儿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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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开车站 老丈 你这一趟溜达的可够远的 小雨 你看到了吗 我刚才等车的时候 看到这个女孩 我就想到了你 你说一个女孩家 这么冷这么晚了 还在推销她的产品 真挺不容易的 爸 说实话 这段时间我在上海 几乎天天看到你为了工作 很晚才回来 而且每次都喝多 忙得顾不上吃饭 顾不上休息 当着你妈的面 我嘴上不说 可心里头 挺难受的 你说我们家宝贝女儿 说起来天天在高大上的 写字楼里上班 可背后 肯定没少受顾客的气 老板的批评 我们家小雨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罪啊 所以我就想 炒股多赚点钱 让我的宝贝女儿 能够无忧无虑地 做着她喜欢做的事情 可是爸爸不争气 可是爸爸不争气 我觉得 没脸见你 更没脸见你了 爸 不是的 是我的错 我不懂事 对你 还有我妈关心都不够 你操心了一辈子 操劳了一辈子 就是为了我 为了这个家 没事 爸 你要长大了 这些事以后交给我 你来 你行吗你 你会抱她吗 你知道怎么照顾你妈吗 我不会我可以学啊 学什么 爸还没老呢 妈 家里少不了我呀 我想明白了 回家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妈 给你专门买了个保健衣 他哭什么 他哭什么 钱没了 房子也没了 我常常连你都没了 要是我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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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这套房子我们都没有了 行了 回一屋吧 家里还有一栋楼 不过走之前 得给小鱼找到住的地方 你看 你看 愁死了 你给我买这个干嘛呀 我要没有糖尿病 我要喝那个 焦点蛋白 好 张小姐 我是五一照片的雷头顾问 关于您的职业规划 如果LND 现在还想挖我的话 我有一个附加条件 钱诚无邀和我联系了 我答应你的条件 张小鱼 SW公司对你不保 您为什么P&D要这个时候辞职 为什么 我已经决定了 这个会议 我也没有资格参加了 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他确定你想好了 您对我的批评 我并不全都同意 您看到了 副总裁对于我来说 并不只是高薪 说到底没有对不起你 收回你的辞职心 有什么事会和我们谈 我已经想好了 张小鱼 张小鱼 等一下 小鱼突然脾气了我 其实这个会 我也没有资格继续参加下去了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 能够推荐我为副总裁的候选人 但是对于给我提名的孟凡 孟总 我却没有什么好感谢 还在几天前 孟总已经私下找我谈过话了 那个时候在座的各位 甚至更多的人 想必还不知道 有副总裁这个事情 至于我们到底私下谈了什么 不用我多说 想必大家有没有猜到 我说这些话没有想指控什么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多想 我是想说 小鱼很棒 所以我做了跟张小鱼一样的决定 好 孟总 林总 我辞职 这就是我的条件 你考虑得很周到 做事情就应该干净一点 我怎么也想不到 你会是这样的人 李公男 比较注重逻辑罢了 倒不是因为这个 我只是很惊讶 你做这件事情 居然是为了 方静 他也算值了 好 好了 你们俩可以走了 谢谢各位 林总 这么轻易就放走两个总监啊 这是我中国区的事情 这个会议的讨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会议记要会发到总部应该会有 新的意见下来 辛苦各位了 散会吧 我们录影 我们录去做《你听》 你的话 我之前的柔道 烈身实际上 你们俩下转的了 就是我一觉的 而不愿意 我们俩改双了 未来的这些人 困惯 尽力 让我绩状 心到底 正好拥有一雙無悔的眼睛 日裡一夜夜四去 好多事在放棄 才懂堅持夢 需要多重心 我只求沒有一秒 想贏或去飛行 多了一秒就走 張曉筠 這是你三年的公司 從今以後 你就是LMD的人了 如果還不夠 我也可以私人借給你 我了解你 肯定是遇到大難題了 不 你不夠了解我 如果我願意跟人借錢 就不會辭職到LMD 這也是我欣賞你的地方 走吧 我帶你去看看你的新辦公室 不好意思 蔡總 我家裡還有些事要處理 幾天之後我來上班 可以 還有我想問一下 你是怎麼知道我在這兒的 SW大會結束後 我就知道了 你在SW有人 別著急 慢慢地都會告訴你的 那讓我送你回家吧 開車 是嗎 我去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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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是